我们先看到今天下午5点 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台湾东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一段时间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目前近中心风速为每秒43公尺 而暴风半径也略微扩大到220公里 而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朝向台湾接近 因此在这一报海上警戒的区域持续包括了巴士海峡 台湾东半部北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北部 而路上警戒的区域除了包括东半部中部以北地区之外 因为暴风圈会先接触到南部的山区 所以高雄地区这一报也纳入了路上警戒的范围 而我们预估台风接下来将会由比较北北西的方向 逐渐往西北转向移动 离台湾越来越接近 并且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 中心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 因此周三周四将是它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 晚上的降雨都还会越来越明显 而其他各地也可能开始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震雨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 全台各地都将会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尤其是在离台风中心比较近 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可以看到降雨 在明天白天就会变得相当的明显 而此外因为台风的环流还蛮广的 所以虽然它的中心是在我们的东方海面上 但是整个逆时针环流也会让一些雨势跟水气 带到我们的西半部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南部甚至南部的山区 其实明天的下半天开始雨势也会开始明显的增加 2036年 和西半周年 靠近的西半部的山区 从北部有很多阶段